大家好,我是斯蒂芬 我们在前面的一些课程中 学到了TCP编程模型 TCP编程模型 那我们知道了端与端之间通信的一些方式 也知道了我们TCP中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它要建议链接 它是稳定的字节流服务 等等 那么我们在这节课中 我们就来看看 在我们传输层编程中 最常用的两种方式的另外一种 也就是我们在开始设定的场景中 除了主角TCP之后 还有另外一个女主角二号 UDP 好的,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来讲讲UDP的编程模型 那么我们说到UDP的编程模型 我们应该要回想起来 在我们之前的课程中 说到了TCP就相当于我们的打电话 而UDP就相当于我们的发短信 那么打电话要建议链接 对不对 那我们发短信呢 也就是我发出去了 我就不管了 那它就是一种无连接的 一种数据报的这样一个服务 是这样一种服务 那么它的编程模型 说到编程模型呢 我们就要知道 在我们的端与端之间通信 它是有一个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交互的一个时间线图 也就是我们在TCP编制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的 那么在TCP编制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服务器启动之后阻塞在accept这里 它有connect的连接 然后我给它回应 建议连接 然后回应 然后读写数据 它有这样一个交互的时间线图 那么在我们的UDP中也是同样的 凡说是涉及到客户端和服务器交互 它这样一个通信过程 它就有一个时间线图 一个交互的时间线图 那么在我们的UDP服务器和客户端中 它的交互是怎样的呢 首先UDP和TCP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 我们的UDP它不需要建立链接 而我们的TCP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链接 是吧 我们的TCP需要三四握手 离开的时候还要四四挥手 对不对 但我们的UDP它不需要了 它只需要我的服务器绑定了 它的这样一个公共的IP地址和一个端口号之后 它就会阻塞在这个接收函数这里 任何客户端都可以向我的UDP服务器发送 发送任何的数据 它就是这样一个receive from的函数 那么客户端呢 只要创建好这样一个套节字之后 我就可以向任何的服务器 去调用Send2这样一个函数 去发送任何数据请求 所以在我们的UDP服务器与客户端中 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函数 一个是receive from 它会阻塞在这里 一个是Send2 那我们看一看 我们调用函数的流程 首先我必须创建一个数据报套节字 数据报套节字 它的这个红是sock datagram 那么我们可以用IPv4 也可以用IPv6的这两个IP层的协议 在我们的这个课程中呢 我们都是用的IPv4 也就是我们的afenet这个红 那这个不用多讲 那么我们来看receive from receive from 它相当于接收 从其他客户端 或者是服务器发来的数据 从另一端发来的数据 也就是说 它会和我们的客户端交互 别看它有这么多参数 其实在后面的两个参数 和我们的except是比较相似的 就是当我接受了一个数据之后 我会把它 那个报纹所携带的IP端口等等 这些基本信息 对端的基本信息 填到这个结构 返回给我们的应用进程 那么前面的四个是什么呢 sock buff nest 这个是和我们的read一样 对不对 那么这里有一个flag 它这个flag 其实就标识了 我们是不是阻塞啊 等等其他的一些标志位 通常我们在这填定 在我们后面会讲到一个函数 会讲到一个函数是什么呢 receive 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receive这个函数呢 就和我们前面的这些参数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的receive from 接收从哪里来的数据 接收的数据存放在哪里 在我本端用的是哪个特决字 然后设置一些flag 这样我就可以接收任何客户端发来的数据了啊 然后我们发送数据怎么办呢 就用send2 那么send2相当于我们的connect 将我们将要发送到哪里去的地址端口告诉我们的内核 然后将我们的数据告诉内核 那么send2这个函数呢 他就会给他发出去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receive from 他是可以接收到数据为0的数据长度为0的这样一个数据报 这是他和tcp不一样的地方啊 在我们的tcp里面 他只要接收到为0就表示对端已经close叫我们的socket的 也就是close叫我们的这个套节字了 当他close套节字就会发送那个分字节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的receive from中呢 他就没有了 那他的就只有一个IP头加我们的UDP头 就这么多字节就发过来了 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实验交互图 也知道了我们这个发数据收数据怎么办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代码 看我们的代码怎么写的 其实非常简单 在这里我还提到一点啊 就是我们在通信的过程中 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发数据和接数据对不对 所以只要在通信中 我们就只要去找到他的发数据和接数据 其他的都一样 其他都一样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代码 是写代码 写代码 那我们到这个目录下 我们创建一个UDP的这样一个目录 那么套起server.c 用我们的这个 打开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写啊 一起来写 那么再创建一个 当我们创建好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写代码了 好的打开 那我们同样的啊 同样的我们需要包含我们的投文件 man socket inclose 对不对 好的 我们还定义一个socket的啊 fd 定义这样一个socket的fd之后 那么对于我们的服务器 我们还有一步要做 就是我们的 绑定我服务器的ip和端口 是吧 那么当我们绑定好服务器的端口呢 我们调用bind 那么当我们绑定好了之后 在我们的这个程序中 我们还是像tcp一样 从我们的服务器获取时间 那么我就首先获取时间 首先获取时间怎么获取 获取时间是不是so easy 那么将它打印到我们的 是吧 那这个我在我们之前讲过 现在我们就不需要再讲太多 那么还是 还是需要创建 这样一些东西 对不对 好 这里还有个nance nance要创建 那么当我们创建好了 这样一个啊 时间的自负穿也获取到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把它发送出去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这里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发送呢 当然不是 我们是不是需要知道客户端的地址 那么需要知道客户端的地址怎么办 那我就等待客户端给我发请求 对不对 好的 那么怎么等待客户端发请求 receive from 对不对 那么从socket的fd接收数据啊 接收到我们的readbuff里面 那么接收多少呢 我把它给我100 那么fnec给我说了 经常都是0 好的 那么现在要存储 客户端的地址 对不对 我如果不知道客户端的地址的话 我就需要用我的这个 receive from 我记录一下客户端的地址 我记录一下客户端的地址 那么 我必须要有一个变量存储它的长度 对吧 那么为了不和它混淆呢 我在这里的nense 我用这个 nense 我前面再重新定义一个 它其实是size-t的这样一个变量 在我们的Ninux中呢 它会用我们的这个type define 定义 online int none 或者是none 定义为我们的size-t 定义这样一个变量 那么这里呢 就直接用了int 其实它的长度并没有int那么长 但是我们代码怎么写呢 我们直接用在int 直接用在int 好的 那么当我们receive from 我们可以判断它的长度 到底读了多长 然后还可以打印出它的内容 是不是 如果 这是容错处 你必须要做 如果小英零 那么打印error receive from error return 回去 我不干了 然后呢 好 然后我们先打印它读到的长度是多少 nense 那么读到的这个nense 不是它返回给我们的这个nense 它返回给我们nense 是这个客户端它地址的长度 它返回给我们nense是这个rv 那我们用百分号d打印出来 是吧 然后我们还想知道客户端的地址 好的 那我们ip怎么打 我们ip先直接把它打印出整形 对吧 年x百分号x 然后它的端个号是多少 百分号d 百分号d 那么这样打 然后还要从我们的net to host 对吧 这是我们的ip地址 那么ip地址就是client.sign.s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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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Port呢 n2hs 对吧 那就是client.sign.sign.s hunch 那我们知道了这个ip和端口号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数据发送给客户端 那我们怎么发 用sign2对不对 还是和前面一样 前面我说的一样 用socfd 然后我们要发的数据 是在这个readbuff里面 在readbuff里面 那么我们为了区分 接收到的数据 和我们发送出去的数据缓冲区呢 我们在发送的时候 直接用buff 直接用buff这样一个缓冲区 将其发送出去 好的 那我们发送的nance是多少呢 strandance 那么我们buff之后 fnag对吧 好的 那这是我们前面和 发送接收函数 是有一点类似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先说了 我们send tool 那我们的send tool 是像我们的connect一样 也是需要地址的 还是这个地址 sockaddress 地址指针 那么我们直接接收到了 客户端的地址和端口号 存到我们的这个connect里面 那么发送的目的端口 目的IP它是什么呢 那就直接用这个connect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那么再把我们的nance传递进去 这样就很easy的 对不对 好的 那当我们发送完数据之后干嘛呢 返回 这个进程就这样结束 那么有的同学就问了啊 那我如果想 很多客户端的年纪怎么办呢 很easy呀 我们只要加上一个yl1 对不对 就可以了 那当我们加完了yl1 加在这里啊 yl1 当我们加完了yl1 按照我们客户端和服务器执行的时间线 他们的交互时间线来看呢 当我们一个客户端 从一个客户端接收到数据 到我们发送出数据 那么整个过程就完了 对不对 那么其他的客户端又可以来接收 我们又会给他发送时间 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接收完了 是不是还得清空一下缓存memorset 或者是用那个b0 b0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的b0先清空我们的client 要需要 这里是需要地址的 需要地址 那我们的lens 这样清空就可以了 还清空什么呢 还要清空我们的反 清空我们的缓冲区 第一个buff buff它的长度是200 那么 这是 那么b0还有一个readbuff 就是我们从客户端读哪个数据 从我们的客户端读哪个数据 它是100 好的 当我们这样处理完毕之后 如果真的返回了 那我们需要close 我们需要close 我们的套节字 那么在这里返回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释放我们的套节字资源 释放 那么还可以看到 还可以看到 从客户端传来的数据是什么 比如说readbuff 把它放好s 首先我先发个字符串 当然你也可以发16进制的 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任何 就是有争议的地方 好的 那我们先来编译一下我们的服务器 -o是吧 server 那么我们这里有这么多的问题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文件 好的 那我们把那个原来的那个投文件 拷贝过来 是不是 从server里面直接拷贝过来就ok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对吧 再编译 还会存在一些问题 那么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里的问题是 rv没定义 那我们定义一个int型的 返回值 注意 它不是onzen型的 不是onzen型的 那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code object 0 is not a function 31行 在我们的31行 receive from 哦 这里少了一个逗号 少了一个逗号 那么receive from 好的 这里就是少了一个逗号 好的 我们还有一个时间的 获取时间整形的这样一个 让我们接下来继续编译 这样就解决完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来写客户端 写客户端 那我们的客户端应该怎么写呢 前面的这些呢 那我就可以不用再继续去写了 那么这里可以复制 这里可以复制 然后加一个 对吧 那么的客户端主要在我们的时间线中 它主要是发送一个数据请求过去 当我们的服务器接受到了之后 给我返回一个 那么肯定先调用生的兔是吧 给它发送一个字符 发送一个什么数据呢 随便因为我们的服务器没有对这个数据进行处理 只是打印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首先需要创建套节字 创建套节字是必须的 那么创建套节字 我就务必要定义一个存储套节字的 SockFD 这些都已经是清澈熟漏的 对不对 那在我们的客户端中呢 不需要绑定 那我们只需要Cent2函数 只需要Cent2函数 那么在我们Cent2的时候 我们需要给这个服务器 这里应该是server 对不对 这样方便理解一点 好的 那我们需要给我们的server复制 同样的 同样的我需要这样复制 那么在我们的服务器中 可以用in-adjust any 它是去绑定我当前计算机上所有的接口 那么但是在我的客户端中 我就需要知道服务器的IP地址 对吧 那我现在就用到我们前面 用到我们前面知道的函数 什么 in-net p2n是吧 p2n我们可以用 对不对 f-in-net协议组 我们的虚拟机的IP地址多少 12 192.168.1.108 对不对 好的 那么存储我们的 存储我们的IP地址 那么的IP地址怎么存 取地址 这样就可以存了 好的 那么直接可以把前面的干掉 这样 那么我就会发送我的数据 buff 那么我就直接给它定义一个什么呢 hello udp对吧 我可以这样定义对吧 好的 当我把这个缓冲区的数据 hello udp发送到server 然后我send tool的时候 在我们的服务器程序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send tool的时候要给它传个nance 对吧 那么要给nance复制 对吧 size of size of什么呢 size of这个 应该是我们的印对吧 好的 那我们服务器的定义 定义一个变量来存储我们服务器的地址 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好的 当我们发送完毕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获取send tool的返回值 来知道它到底发送了多少个字节 那么这里就没必要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就阻塞在我的这个 receive from里面 通过receive from 我们可以知道 从服务器发过来的数据是什么 对吧 那么给它一个大小 100 注意我们这些都是需要初始化的 只是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对它进行初始化 那么这里初始化一下 pzera read buff 100 同样的我们sokfd sokfd buff 那么receive存到哪里呢 存到readbuff里面 readbuff里面 那么读多少个字节 100个字节 注意这里的大小并不一定是 它读了这么多字节 才会给你返回 而是你只是调用一下 给它传记最大可以读到多少字节 最大可以读到多少字节 好 那么接下来会给它一个存储的这样一个地址 struck sokfd 那么我们这里又是服务器的IP 那么就给它server server server 为了不冲突呢 我们就给它定一个ser 来存储我们的地址 其实我们可以并不关心 只是呢 我们的客户端其实只要调用的这个receive from 它可以接受任何其他地址发来的数据 只要当我们把这个send2发出去 我的服务器端是不是就知道了我的端口号IP 那么我其他的客户端就可以通过这个端口号IP 发送到我这个客户端来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获取我们服务端的服务器端的IP地址和端口来确认到底是不是从我们服务器发过来的 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出错处理 直接拷贝 好的 好的 当我们读到之后 我们就打印出来 读到的数据是什么 由于我们在这里没并没有其他的客户端来 来给你发送数据 所以我直接在这里 啊 closed 我直接在这里就打印出来我的值了啊 直接在这里打印出我的值 但是在我们通常的网络程序设计中呢 并不能这样啊 刚刚你由我已经说了啊 那么返回 好的 编译一下给我们的客户端 gccclad.c-o rv没定义 nance没定义 是吧 好的 那我们启动我们的服务器 当我们启动服务器之后 我们还需要启动我们的客户端 看到没有 我们可以接收到从服务器发来的数据啊 从服务器发来的数据 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啊 比如说我的服务器不存在 如果我的服务器不存在 也就是说我的客户端发向的数据地址 并不是我服务器的地址啊 我再给个102 发送到我的windows主机来 好 我们看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啊 好的 我现在就等待执行 那么我们把windowshack抓包工具打开 好的 抓包 那么你的udp的端口号是多少 8 4个8 好的 那我们发送一个请求 看到没有 他第一个会给我发过来 而我的主机并不会给他回任何数据 那么 他为什么后面会发送 带icmp协议的这个报纹过来呢 这是我们IP层处理的 当我们发送一个udp的报纹出去 他没有任何回应的时候 就会立马发送icmp 看看我的这个 看看我的这个ip是不是可答 检验这个网络通路 是不是可答的 通常呢 有这些报纹啊 udp的报纹有可能在中间的某个路由器 或者是某个交换器会把这个报纹丢掉 不排除一些硬件设备不稳定的因素 就是这样 所以在我们udp的程序设计中呢 udp的网络编程中呢 通常会把tcp的那些超时重传呀 这些东西 放到我们udp的应用进程 的编程里面来做 就这个道理 好的 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